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蒙昭坐伯多禄的继承人 在世界代表耶稣 为宣讲天主的福音 听教宗说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听教宗说话节目 我是世良 教宗方济各2015年的6月3号上午 在圣伯多禄广场 主持周三公开接近活动时 谈到了家庭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其中一个考验是贫穷 教宗表示 即使他们多么贫寒 处境多么艰难 尽管面临这一切 仍然有许多贫困的家庭 不卑不亢的度日 常常公开信赖天主的祝福 然而我们不应该以这些见证 为我们的漠不关心辩护 而应该增加我们的羞愧感 因为有如此多的贫困状况 教宗指出 家庭在贫困中仍然能不断地塑造自己 甚至尽可能地保存家庭成员的特殊人性 这真是个奇迹 可是有许多福利生活的规划者们 却把这些贫困家庭的情感 生儿育女 家庭关系 放在提升生活品质 享受的次要位置 相反的 我们该当跪在这些家庭面前 虽贫 但有爱的家庭 才是保护社会 不受残暴侵害的 一所真正的人性学校 教宗实在地告诉我们 事实上 如果我们屈服于凯撒和财神 暴力和金钱的要挟 却要让我们放弃亲情 我们还剩下些什么呢 当代经济 擅长于普遍利用家庭成员的关系 引人只顾享受个人的幸福 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矛盾 如何稳固家庭的健全 这样巨大的工作 并未在政府的预算中受到重视 这是非常自然不过的事 经济和政治 在认可重视家庭亲情方面的问题上 相当的刻薄 然而 人的内心培育和情感的社会交流 正是以家庭为支柱 若是除去这支柱 一切都会坍塌 这不仅是面包的问题 我们谈的是工作 是教育 是医疗 明白这一点很重要 当看到世界很多地方的那些营养不良或患病儿童的照片时 我们总会深受触动 同样的 许多一无所有的儿童 在简陋的教室 骄傲地展示他们的铅笔和写字本时 眼中散发的光芒 也会令我们感动不已 孩子们是如何以爱的目光来注视着他们老师的 孩子们确实知道 人不单靠病生活 也靠家庭的爱 若家庭贫困 孩子们就受苦 因为他们希望有爱和家庭亲情 教宗说 我们这些阶级图 应该越来越清净那些受贫困考验的家庭 你们想想 你们大家肯定认识某一个人 没有工作的爸爸 或是没有工作的妈妈 他们的家庭在受苦 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变得脆弱 这太糟糕了 事实上 社会的贫穷 影响到家庭 有时将家庭摧毁 那正是没有工作 或是失去工作 或严重缺乏工作 沉重影响着家庭生活 是家庭关系经受严峻的考验 我们的教会是母亲 不应该忘记 不应该忘记他子女正遭受这样的悲剧 教会也必须是贫穷的 好接触丰硕的果实 对许多困境做出回应 一个贫穷的教会 是自愿度 剪扎生活的教会 在他本身的体制 他成员的生活模式上 都是如此 好能推到各种使人隔离的围墙 尤其是将穷人隔离的围墙 叫从最后诵念圣经上所记载的 我儿 不要拒绝救济穷人生活的急需 也不要使急难人的眼目 长久望着你 也不要迟延接济有急难的人 不要拒绝痛苦而哀求的人 也不要转脸不顾穷困的人 因为福音上说 若我们不做这些事 就要受到天主的咒骂了 听教宗说话 我们下回见 我们下回见 分禁止 在迫身们的秘静 而 Joker亞洲政府毯卡轉作 reservoir 上賴 block,切破了出野 解副絕世的語氣 因為不要緊解除 的暫情 social 只要 need 等於屬於社會 去解釋 和 아니에요 一般在國際 груsti 都是社會 社會 市場 在 Beijing 而 One 是一種魔法,是一種的信息,是一種的信息,是一種信息,是一種新的信息, 是一種重新的信息,是一種的信息,是一種信息。 我們在社會社會,社會,社會,政治局, conflictivity, 我们是建议的交友 建议的友谅 勇气和奢供 男人和女人 一直伸手 而不想在一个地方 的敌人和战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